HELLO 大家好 我是AVY 欢迎回到AVY的微醺酒馆 那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呢 是我们这个频道的全新栏目 参酒搭配挑战 听名字就觉得很好玩 那我们这个全新的栏目要挑战的那些 就是我们平时完全都想不到 而且完全不搭边的参酒搭配挑战 没准可以歪打正着 我真的为自己喝酒找了好多好好的理由 那大家有什么想看的食物或者参酒搭配 欢迎扣在上方或者在下方留言 但是我是有原则的人 你们不许扣鲡鱼罐头 一定要给我扣一些可以放进嘴的东西 那出现最多的热词 就成了我们下期节目的主角 所以呢我把主动权都交给你们了 赶紧扣起来留言 那今天我们要挑战的就是 闻着臭但是吃着很腔的 柳州人的骄傲 说实话因为我是南方人不太会吃辣 我不是说南方人就不会吃辣 所以说我比较弱鸡 对我吃不了辣 所以呢平时边煮螺蛳粉 我就在旁边闻 就自己重来也没有吃过 这是我的第一次 想想非常激动 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呢 就是要找出哪种酒最搭配螺蛳粉 以后呢大家吃螺蛳粉 又不用干吃可以配的酒吃啊 话不多说上酒 大家也欢迎在这里猜一猜哪款酒会最搭配螺蛳粉 抠在上方看你们最后有没有猜对 我也不知道今天会是怎么样 是一个翻车的视频吗 我们拭目以待吧 话不多说马上走起煮粉 大家好我是Ivy 欢迎来到Ivy的微醺酒馆 花刀七分酒至微醺 让我和你分享不玩而美的品酒至高静景 上分 我感觉我刚刚煮的时候 我的外国邻居可能都要举报我要打9115A 是不是有人在那边犯罪啊什么的 哇塞我现在家里真的好臭 我们要挑战的第一款酒就是我们的桃红肉贼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喜欢喝肉贼的朋友 特别是现在夏天举个手给我看一下 我打算给你们做一期Rosé特补 Rosé是怎么做的以及几个不同产区有什么不同 你们就可以入坑去买Rosé喝 这款Rosé它偏的是比较草莓 还有覆盆子的味道 酸度比较偏高 但是它带有一点点的甜 这个酸笋我跟你讲绝了一煮出来 就真真的有那个味道 我觉得是非常搭的 所以这个Rosé里面有一点点甜 就让这个螺丝粉吃起来不会太辣 而且它们的酸度其实是差不多的 就是没有说哪个更酸一点 所以呢这个螺丝粉会更好的带出这个桃红Rosé里面的果味 哇真的有谁能想到螺丝粉能跟Rosé配的 我怎么就自己吃起来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挑战的第二款酒呢 就是我们的赤霞猪红葡萄酒 那这个赤霞猪它种的是比较黑莓黑李子那样的果味 而且丹宁会比较高 就是给你的口腔有一种色的感觉 这个酒变得非常非常的色 这臭笋更臭了你知道吧 哇真的我现在呼吸都是臭 我觉得感觉这个丹宁就把臭笋带到另一个level更臭 你们能闻到我的臭味吗 不行螺丝粉跟红葡萄酒绝对不搭 不要去试又辣又臭又色 那接下来我们来尝一件有趣的就是我们的sake 新酒 然后我前不久在状态里面问大家螺丝粉要配什么酒 很多人推荐白酒 但是我找不到白酒我就找了一个米酒 有没有人这么搭过的 举个手 非常的清甜米香还有一点点桂花的香气 好搭真的好搭 这个sake它有一点点清甜 我觉得我们配酒就是这个甜这个步骤很重要 就是甜它会缓解辣 然后让这个螺丝粉吃起来没那么臭 而且没那么酸 清酒会给你口腔很清新很清新的感觉 你就不觉得自己嘴臭啦 试着在家里用清酒去搭配螺丝粉 哇塞我感觉我找爆了 新大陆 那接下来就是动态里面大家都推荐的冰啤酒配螺丝粉 葡萄酒博主就是用红酒开来开的啤酒 但我感觉真的没有什么悬念 就是啤酒 而且我选的是Sapporo就是日本的啤酒 非常的清新解辣解腻 加不起来 请问大家都怎么缩粉 就很不专业你知道吗 掉一地 解腻 这个啤酒就是完全解了这个油泥 而且我怎么讲呢 也是不会太臭 就是非常舒服的一个搭配 但是我更喜欢清酒的那个搭配 那清酒真的是绝了 啤酒的话给它打分10分 我打7分吧 就是中规中矩的 但是刚刚那个清酒我觉得9分都可能有了 好我们刚刚挑战的那些都算是非常小情形 那我们现在来挑战一个重口味的烈酒 清酒我们的后王47 哇 爆辣 如果你是喜欢吃辣的朋友 你可以这么搭 但是清酒里面的酒精感 把整个里面的辣油又提升到了一个层次 但是我觉得这个清酒它是很好能盖掉那个臭味 如果你对这个臭味觉得比较抗拒 但是本身如果喜欢吃辣的朋友 我就觉得可以用清酒来搭配 我来说不行 我觉得5分吧 但是真的我现在完全嘴里就没有臭味 但辣味非常的足 就是一个辣酸粉 没有臭 臭就已经不存在了 我们今天的压轴就是我们的威士忌 Golm Orangy的Original十年 大家有经常这么配吗 在下方留言跟我说 威士忌跟螺蛇粉搭配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口感 怎么说呢 其实我还挺喜欢这个奇怪的搭配 我感觉威士忌里面的那个花香还有那个果香 还有一点那个柑橘的香气都被带出 是被螺蛇粉里面的臭跟辣带出来了 反而我觉得这个威士忌更加的顺口 我感觉烈酒搭配在这里面就是让它不那么臭 非常带感非常带劲 男生们你们可以试试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的餐酒搭配挑战螺蛇粉 各款酒的得分 Rosey我觉得非常合适 有8分 红葡萄酒 don't even try don't try no no 清酒9分 其实我想给它10分了 这个真的非常surprise 大家可以真的拿螺蛇粉去搭配清酒 啤酒的话我觉得7分非常中规中矩 清酒的话我给它6分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太辣了 但是如果你喜欢辣的话 真的可以用清酒去搭配螺蛇粉 威士忌我给它个8分嘛 我特别喜欢它掉出来那个威士忌里面的果味 所以我们今天的得胜就是 sake 清酒 想看清酒科普的 在下方给我的口仪 你们猜对了吗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全新栏目 参酒搭配挑战的话 给我们点赞留言 然后下期节目的挑战主角 主动权在你们手里 在下方给我留言 你们想看的参酒搭配挑战 点赞最多或者出现最多的词汇 就是我们下期的主角啦 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 点赞观众感棒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我今晚是不是可以做一个sake棒 see you next week 拜拜 美酒既是艺术也是生活 关注ivvy的微醺酒馆 带你品味乐趣人生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